是很容易夾到上去,那好了,现在回来了,今天是星期三 见证仗了,北水又回来了,还有我想昨晚 也不是说昨晚,那些中概股呢,弹出弹入都挺难的 我都不知道弹出还是弹入,已经消息多了 最初应该在说中正监那边是放宽那个底稿 那样东西的嘛,就是那个华视权那里,就是星期六那时候 但是昨晚你看到中概股又卸回来 如果你说我星期一买这中概股 然后应该那晚就会很开心的,因为星期一晚 没股是做得很好,然后到昨晚你又打回来 就是比较难搞,带回来港股就是说 因为始终港股的行指计,那个科技股 那个比重都挺高的,所以我想 科技股香港这边就比较难捉一点,就会影响到 指数的走势,但是你说其他可能传统股呢 就是我相对来说就会相对看得比较乐观 尤其是高息那些,我就相对看得比较乐观的 你说去到第二季,怎么展望,就是不懂展望 就是刚才Wendy都说了,这么多消息 就是你说,一讲主局怎么看加息 缩调已经说了这么久,都没算俄污 俄污也是的,一时又说和解 一时又说很友善,转头又不友善 那你这几样东西,重要这两样东西都引伸出来 就是说,你的商品价格,那些 那些能源战,什么东西都会很影响到 就是互相紧透着这个关系 所以第四季都是, sorry,第二季都是 就是波动性都继续是高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